小不到遥远的非洲啊 有大量的中国人在这边工作 在这边捕鱼 中国影响力遍布世界 在非洲存在感极弱的国家 毛里塔尼亚 海边城市 居然有几百条中国船 上千个中国人在这当渔民 我们跟着在这几十年的雷姐 去码头转转 啊雷姐你好 你好你好 早上好 雷姐是很有介绍认识的 来诺瓦迪布就住在她家 您来诺瓦迪布 我来的几年了 来的有 我是18年 这个城市主要的就是鱼 鱼和铁矿 OK 所以 没拿鸭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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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女的不让进吗 这里 对这里女的是不让进的 但是通常的情况下呢 就是你坐在车里 嗯 然后 就让你进 有的时候 走路不让就被拦下来了 要搬啥呀雷姐 你帮我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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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雷姐给人鱼餐送个货啊 有点 这个地方 听说是有两三千个中国人是吧 这个位码头 坐这个 因为那个每个鱼船呢 应该有七到八个中国人啊 那这个可能作业的就有几百个人 呃 鱼船有几百个 一百多条 啊一百多条啊 海上的码头海上的 可能又加起来有个三千个中国人 对对对 你带电话呀 你把东六三给送去了 送完了前面姐给你带着 来下来 下来啊 哇这阿姨阿姨这一家子都在这儿 这您妈妈啊 然后在这里开着店 哇这都是中国商品啊 这都是中国人在买吗 对都是中国人在买 老外吃吗 老外不吃 老外不吃都中国的啊 什么都有 你看这 你看这红枣 茉莉花茶啊 还王中王王中王 哎姐就像本地人工资一般在多少钱呀 就本地普通的当地人吗 啊 是当一千人民币吧 有一千人民币 最高的差不多就是工普通的工人 一千人民币就高了 那还是不错的啊 这收入啊 一百的情况下 八百 对对对 七八百 这里东西很全啊 你看这个六十花露水 然后这二百差不多不到四十吧 不到四十人民币 反正这这这这红红枣 一张洗衣烟是一千二 一千二十多少钱 哎大哥您是在这待了多久了 我来两年了 两年山东的还是山东的啊 您您是怎么就出海 每天是不是出海 然后啊 这传说的中国人吗 还是有股老外呢 哎呀传说的 这王子给高中国人 啊 就中国人就是干技术的是吧 对啊 这个怎么买的 我带班 好 带班的啊 哇 这加油呢啊 看这个看这个柴油 这么快的粪啊 这一身油盒是十块钱啊 十块二十三十四十四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一百一百 感觉钱在流动 现在是 这个狗可以说是我最近几年见到最丑的一只狗了 哈哈哈哈哈哈 看什么好吃 长年在海上 好新鲜的 这个狗慢慢进化了 往海口的方向进化了 他也不下岸 他也很懂事啊 这狗 这个都 这个是中水的船 是吧 啊 都中国人啊 真的 太厉害了 哦 这男的可以上 女的不能上 是吧 啊 这样子 这狗也是 呀 一直死的 今天没下雨啊 怎么试成这样子呢 这狗也不一定船 哇 这个船 想不到遥远的非洲啊 有大量中国人在这边工作啊 在这边捕鱼 这船上还有新鲜的这个补给啊 这个是羊 您这马上要出海了吗 啊 这都是船上要杀的是吧 哇 这捞鱼 这新鲜啊 这限杀限尸 嗯 这次出多久 最少三个月 三十天 三十天啊 天呐 这船 这羊也不好过了 这小日子 不知道晕不晕船 看一看看 都是小羊 小羊羔子 小羊羔子好吃 这羊一直削着 这个船烧的是柴油吗 还是烧是重油呀 小柴油 柴油啊 那柴油贵了呀 这一身十块钱的啊 什么呢 这个船就好少 啊 就是几个人中国人呢 这边 六个 六个 两个 三个 去唱过来 五个六个 六个 六个中国人 原来还有 还有几个本地小公是吧 西伯独啊 一半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十几个人 啊 十三十 这么大的船 只能住十几个人 十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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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那你们住住哪儿呢 住住住厂 底下吗 底下有船舱是吧 啊 还有船舱呢 还有船舱呢 这 哈哈 哈哈 哇塞 有楼的柴油味儿啊 火山 火房 啊 好好好 住哪儿呢 这是 二十三十年的船龄啊 嗯 也不错了 一个船 这么久了 这样的地下的房子 哦 这是啥 有厨房 有的卫生间 三楼的 还有楼下的 三楼的 这是 这个 宿舍 那边的宿舍 这两个老人 老公的 啊 老老公的啊 你看我感觉这种气息特别好 对 对 国内的 现在国内 这么穿都不稀 是啊 国内也都不太有啊 可能贴的也好少 哦 那里呢 马上少 是啊 水底下深度是吧 下边是三米 是吧 哦 能看到底下的有鱼什么的啊 这个卷阳机 就拉那个 拉那个 拉网 哦 您会开船吗 哈哈哈哈 各种设备啊 海图 哇 你们平常去这个线路去作业 是吧 嗯 我会跑去 在那边 天哪 嗯 这是个什么 就是周围的船 哦 这都是周围的船 有点 哦 这都能飙出来啊 现在就都是淘汰了 淘汰了 我能卖点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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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得兴趣 你们了不起 太了不起了 想到中国人跑到这么远去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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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后面就是拖网的是吧 这两个大大小盘 完了把把这个网就拖上来了啊 这平常出门就是一般捕什么鱼呢 什么鱼 干什么啊 章鱼 啥也有 章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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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章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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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它怎么拖底呢 拖底 啊 一次能补多少段 原地鱼 然后呢 十来吨什么 十来吨 嗯 十来吨 初一次刀十来吨 二三十吨 二三十吨 啊 挺厉害的 完了那个鱼不会臭吗 不会臭吗 如果说你不怕冻起来 冷冻 冷冻 这就能冷冻啊 这上 天上 哦冷冻舱啊 现场就能冷冻啊 你就是一看着就能打 太牛了太牛太牛了 看这个地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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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在这边 想不到这个在这边 想不到在遥远的飞舟 有这么多中国人在边捞鱼 你想都想不到 哦 根本想象不到 我给你们讲个笑话 原来我们这边有一个那个 他们公司的那个经理啊 销售部经理叫李嘉瑜 然后我们就叫他甲鱼哥哥 然后我们打电话是这样子的 甲鱼哥哥你在哪里 他说我在洗屁股 然后过了一会儿 啊 甲鱼哥哥你还在洗屁股吗 我还在洗屁股 就这个 洗屁股是吧 洗屁股 刚才那个码头很多宪兵马种是吧 对啊 他是 清明海关 一般人 警察 最后一个跟我说他是警察 哦 一般人是不让进是吧 就是 对 没有证是不让进的 不让进的 跟着你还是填着什么的 对 你就跟着我混就行 跟着你混 对 优秀 这些抽过来的人都是要钱的 哦 他们因为看着你们有人了 他们就觉得不好意思了 哦 平常平常进出都给点 平常我就给钱 就是我就给的 哦 因为 实况还是快的 雷杰小时候看三毛 90年代来到非洲 辗转之后来到茅塔 在当地无人不知 可以说是混得分身水起 他有一门独特生意 一本万利 沙漠里面有一片 有一片地方可以种菜 原来这个国家是不怎么吃绿叶蔬菜的 是吧 他那个茅塔人呢 主种 薄荷和 生菜 种子的都是从龙东哥来的 是 像白菜啊 葱啊 这些都 对 当地人是不种的 因为他没有食材 那不消费 是 要怎么吃 嗯 这就是自个儿种的地了 是吧 对 嗯 这是交给黑人打理吗 对 我一般的不来 这里有葱 上海青啊 还有茄子 然后这里有玉米 还有香菜是吧 这是香菜 各式各样的 好几种菜 有十来种 全都是供给中国的渔船 是吗 他们可真是 没有这些菜的话 真的就是不行啊 像这边这个菜价贵吗 嗯 这样的 这样的是100压 一公斤 差不多和 20块钱一斤 30块钱一公斤 30块钱一公斤 十来块钱一斤 是吧 对对对 啊 猪肉的菜 切割多一个价格 就香菜贵一点 只要是菜 就价格差不多 都是那个价 对 都是一样价 在沙漠里面 种地可是大买卖啊 随便一个菜 买十来块钱一斤 而且是需求是 更需啊 对中国人来说 因为这边大量的中国人 有上千个 据说是有2000个中国人 有一千多个是在港口 剩下的人是在为这个本地 还要为港口 为渔业做配套 那雷姐像这边种菜成本高吗 成本不高 工人的话 我像我这个成熟的那个农民呢 一个月不到2000人民币的工资 哦 然后他要给他配个小工 还配小工啊 嗯 配个小工就1000人 给你的工人配个助理 是吧 对对对对 嗯 农民带助理 主要的那个农民工 然后给他配一个小工 就是浇水 浇水出场 嗯 这个地方是不是水资源特别昂贵呢 这个它农业国家有政策的 它就是非常便宜的 而且不会按照每4吨地增的价格 价格就是平的 差不多9个亚一吨 那你这哪是菜啊 不是菜啊 你这是黄金啊 在这边发家很容易的 因为付出的很低 是 然后货值 就是菜的价格很高 是 据上您估算一下 就这个小园子 这里面菜大概有多少钱 我这一个月要出 这么大的园子要出 差不多2万人民币 2万人民币一个月 一年的话 一真的小于圆 再可以搞20多万的产值 对对对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这什么呀 这是 韭菜吧 韭菜啊 韭菜像冲 这是我 这是你 这是A股股名 这是买鸡精的我 您种地现在种了有多久了 06年 06年 就一直在这边 对 它是住间扩大的 然后 从在我家的 家里面的院子里开始做 然后逐渐的 有需求吗 就出来 租地 然后现在是买地 种地的话 就相当于是业余 但是必须 它是我超市的一部分 超市的一部分 对对 现在种地 我超市买菜 种了有几百万了 是吧 你知道我的名字吗 我在当地叫雷百万 可以可以太优秀了 因为这个国家 它一年四季 这个季节是不变的 就是你一月份来和七八月份来 几乎是差不多的 是吧 我有一年 它那个就没有规律 有一年的七月份 我们要穿羽绒服 是吧 特别特别乐 那一月一月 2016年的夏天 我们记得很清楚 我们下午的时候 你到晚上太阳也没有了 我们要穿羽绒服 特别特别冷 天哪 但中午热也就是这样子 现在是热季 就是稍微有点变化 稍微有生热一点 但是一年四季 也不需要空调 不会有太大差别 是吧 也不会出汗 我在池塘里面 发现一个三海经里面 写的上古神兽 都已经进化完毕了 已经长出了手臂和腿 勤劳的中国人 会在世界各地 想办法致富 而这也是我们强大的一部分 感谢观看